因为男方是在夜宵摊上 很随意地说了句 我喜欢你 女孩说 如果她对我的喜欢 和我对她一样多 不应该好好计划一下表白吗 可以不浪漫 但至少让我觉得 很真诚的 非常有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 可能那个男生 没想那么多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可能就突然想表达出来了 现代人的喜欢 真是越来越随意了 我之前相信的那几个对象 他们就只是跟我吃了一顿饭 看了我朋友去那几张照片 去告诉我 我挺喜欢的 之后没聊几句 就跟我早安晚安 然后各种要约我出来忙 像这种喜欢啊 觉得就像外面路边 发肠单是一个头 全面撒我 着重赔 那你后来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后来我就说 对不起 这种喜欢我重说不来 你还是找下家吧 结果人家说了 现在的女孩越来越难追 你知道吗 还没等我来得及 发个问号 有人就把我拉黑了 确实太讨厌了 是很讨厌 但也很清醒 因为这些人才能让我等到现在的增里 刚才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讨论 有男孩跟我说是女孩才在意形式感了 也有人说女孩想要一个仪式感的告白 只是为了证明对方的喜欢不是廉价的 毕竟说喜欢很容易 要放弃也是一瞬间的事 对 现在的人啊 谈恋爱的大家太小了 连感情都不舍得培养 都不舍得付出的人 怎么能谈上说喜欢呢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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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个男孩子 也在听这个节目 如果有天你都不一样 如果有天你都不一样 然后好好地 准备一次正式的告白 希望我们的喜欢能对自己辅责 希望我们的喜欢能对自己辅责 也别辜负别人的期待 你得爱了就要认认真真 认真的喜欢才值千金